大家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带您关心新北桃园 新竹苗栗 台中以及高雄的消息 新闻一开始看到就是桃园机场群聚事件 在天四个确诊个案 分别是机场保全还有金桑的歌友 累计这一波已经有12人染疫了 桃园市长郑文燦在防疫会议上严正表示了 防疫如作战 这场仗才开始 而卫生局将会在中正市场规划新的社区裁剪站 呼吁民众出来裁剪 桃园机场群聚事件也有四名确诊的个案 其中包含了一名机场的女性保全 和三名金桑歌友会的相关人员 桃园市长郑文燦在防疫会议上提醒民众 这一次群聚将是防疫工作的重大考验 这一仗已经开始 从现在开始到1月15号 是这个入境的高峰期 那么Omicron的病例是不断增加 不断升温 每一天都是压力测试 这个入境的案例 这个不断增加 这个仗才刚开始 机场保全确诊代表了裁剪工作需要扩大 匡列的密集接触者也会大幅增加 郑市长表示 两名新增的金桑歌友会女性确诊者 是在聚餐前就曾经到会馆 而司机也是常客 接触者已经通知采检 而周边地区的民众有疑虑 也可以到采检站采检 接着起增设中针市场旁的第一市民活动中心 临时采检站 要呼吁所有的市民 那么扩大采检是为了把潜在的病例找出来 避免有黑素 也避免有隐形的传播链 我们要采取这种扩大筛检的方式 7号起中针市场恢复营业 经过三天清洁消毒之后 买气逐渐回容 不过到市场消费的民众 发现有些摊商还没有回来营业 买气跟之前相比也有下滑 他们全部都来消毒过了 现在已经开始恢复 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还是有很多人比较不敢来 然后比较小心 很多商家最近会有一些空档 比较没有来的 新增的社区采检站 未在平证区冒五路77号 第四名活动中心 民众如果足迹与确诊者重叠 或者是有疑虑 都可以自行到采检站采检 疫情升温 这陶基的群聚事件爆发之后 医学界也在讨论 是否要将第三剂疫苗的时间 从五个月缩短到三个月 而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今天明确宣示了 第二剂施打后满12周 就可以打第三剂 陶芸市政府就估计 大约会有68万人 有资格可以抢先施打 新冠疫情严峻 陶芸机场群聚事件爆发后 陶芸市的防疫工作 面临了重大考验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在7号宣布 缩短第三剂的间隔 满18岁民众施打第二剂后 满12周 就可以打第三剂疫苗 陶芸市估计有68万人 已经符合资格 这个第三剂的接种 如果中央这个缩短 五个月的间隔变成三个月 那我们陶芸市预估会有 68万人左右是符合资格的 那第三剂的接种提高保护力 就变得很重要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要准备做好第三剂接种 机场从业人员和医护人员 原本就是第一到第三类的人员 由于工作属性关系 镇市长建议需要提早 完成第三剂的施打 另外第一类到第三类的 高风险人员 要第三剂应该要到达百分之百 包括机场的工作人员 航空公司的机组员 防疫车队的工作人员 包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这个都是属于第一线的 高风险人员 我们一定要优先来接种第三剂 最佳剂的厂牌选择方面 如果前两剂打莫德纳 BNT或者是高端疫苗 第三剂可以打莫德纳半剂 或者是其他厂牌的疫苗 如果前两剂打的是AZ疫苗 第三剂建议施打 除了AZ之外的疫苗 以达到最佳的防护力 来看到全台关注中二补选 后天就要投票了 国民党立委补选候选人 严宽恒的父亲严清彪 身体却亮起了红灯 6号下午头晕挂了急诊 因为肠胃炎脱水 还有血压不稳等等的情况 入住了光田医院 而严宽恒拜票的时候回应了 目前父亲的病况 已经相对的稳定 也驳斥这事炒作 台中第二选区立委补选 周日即将开头 国民党候选人 严宽恒父亲严清彪 却经传身体不适挂急诊 6号下午4点多 入住了光田医院 因为头晕不舒服 然后到我们医院的急诊 到了急诊以后 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还有检验 然后我们的诊断是 因为他有这个 肠胃炎 有泼水 而且血压不稳定 因此需要住院 好好的再去做一下 进步的治疗 事实上严清彪 只要在2020年5月 才因肝肿瘤 脊肝硬化 动过患肝手术 本身也有肝炎 极高血压病史 而这一次选前突然挂急诊 是否因为选前太过操心 引发救急 父亲入院 严宽恒没有时间停下脚步 上午照常出席大度小街 拜票行程 而针对外界质疑选前炒作 他也提出回应 我们现在最干净的就是爸爸生育 那有谁会去用呢 自己爸爸妈妈生育 这个长辈的生育 来做这样做的 一种 散步 选前倒数 关键时刻 严清彪金船入院 目前状况稳定 暂时在医院休养当中 却也为本就紧绷的中二选区 选情添了更多变数 台中第二选区的立委 补选倒数两天 众人聚焦在了蓝绿营两位候选人身上 就有政治系的教授分析 这宛如就是空军对战陆军 而目前这个选战是陷入了焦灼 两方如果不加强催票的话呢 这差距恐怕就在一千票之内 而关键是在南北漂的青年首周 台中市第二选区立委补选倒数两天 五位候选人中众人聚焦的 无非就是蓝绿营的严宽恒及林静怡 战况似乎也陷入焦灼 不论是蓝军内部的评估 或者是绿军内部的评估 哇 差距都不到百分之一 所谓的百分之一的意思就是 都在误差范围之内 所以这个变成限于焦灼 限于焦灼的意思就是各方努力 必须要强力再推动 否则到时候差距就在一千票 在地深耕多年的严宽恒 对上曾经是不分区立委的林静怡 实力相当 民进党力拼这个席次可说是全体总动员 政府总统多位立委中央大咖都来拉抬声势 而蓝营则是稳扎稳打 出现跨党派力挺的状况 除了自家议员 包含亲民党段维宇 无党籍议员张苍仪 甚至巧遇可妈妈 不齐的巧遇让人觉得这个有些这个 是不是在安排的一些 让民众党的有机会在这场众所瞩目的选举里面呢 能够有机会露面 民众党也要想要趁这个机会呢 能够有所演出啊 所以加演了这个戏嘛 所以越来越有趣了 政治系教授比喻这是一场空路对战 根据三党预估 这次投票率大概只有五成一 大学期末考逼近 加上这是十月来第三次投票 恐怕降低返乡议院 而选前传出盐宽恒父亲 盐清彪住院 是否又会对选情有所影响 应该已经不是这么关键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心已经有定见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 这个时候 要投谁 都已经心有定见 中二选区立委不选 被视为市长选举前哨战 选战越演越烈 究竟1月9号谁能抢下立员这席 关键恐怕就在南北漂青年手中 为了要维护选前治安 台中市警察局从1月3号开始 就启动了安城专案 查获涉及了组织犯罪的 制品案8件 贩卖毒品案19件等等 其中呢 更以某暴力黑道为最大周 以殴打还有恐吓取材为主 在行大与雾峰分局追查 并攻坚下 顺利逮到了18人 多名除暴特勤人员 全副武装 手持盾牌长枪 尽掉于出名摘破门而入 看到大批警力 所有人乖乖趴下 甚至还有嫌犯逃到顶楼 人被压制 专小组每个角落 仔细搜查过 真搜出非法枪械 球棒 电击棒等翻案工具 这是台中地区暴力黑道集团的据点 在警方追查下 埋伏多天顺利发现目标 将嫌犯一网打尽 一个出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它这个后面 有一个防火箱 从正门工的时候 其中一个成员 就从后面的防火箱 跳到这个加油站的顶楼 那我们刚好也有部署 就顺利把它压制 看到了他们的制服 就是松山天理的制服 然后棍棒两支 还有甩棍 还有两支空气枪 那查过一部BMW的汽车 桌上全摆满金钱 球棒甚至还有改造枪支等赃证物 为了防范暴力案件发生 行大进行全面扫黑 其中以天道盟作为庞大 行大与无封分局 皆破获旗下成员指挥的暴力集团 假借于被害人共同投资 虚拟货币账务及行车纠纷 进行殴打还有恐吓取材 假设有成员有业脱离 就会殴打并强迫签下本票并威胁 警方接获献报后 供奸待人 供逮捕18名犯贤 鬼案 根据统计 从1月3号开始 警方实施安城专案查获 涉及组织犯罪的制品案 8件74人 非法枪限案 3件3人 贩卖毒品案 19件28人 名车2部 改造手枪3支 各级毒品1200多功克 现金142万多元等 因为疫情冲击经济活动 导致民动收入短缺 引发债务纠纷 进而造成暴力逼讨债务的 治安事件 因此此次安城专案 遂以打击黑帮 暴力逼讨债务 为此次行动的重要目标 分别针对天道盟 松山会 天理分会 天市分会所额 与检数导案 选举在即帮派势力 蠢蠢欲动 警方全力戒备维护治安 要不法之徒 不要以身试法 看来短时间之内 黑道的暴力套债 无法再行风作浪 报道真相 最深入在地 站在新闻最前线 追踪探考 你我的大小是 TNews一网打尽 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海中 高雄 专业 温暖 在地都在TNews连播网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台中市社会住宅青壮年的成租比例是高达有八成 在六都中最高 市府规划位在东区的上午好宅有802户 不但是全市规模最大 屋顶更有300公尺的环绕跑道 让民众在社区就能运动 而上午举行了上梁典礼 预计年底完工 梁柱缓缓上升 台中市长卢秀燕忍不住鼓掌 因为上任后第一个动途的好宅 将进入最后阶段 也是全市户数最多的社会住宅 统统有800公尼区 这是台中市目前最大的一个社会住宅 第二点给大家报告 因为这么大座 也因此台中市政府 都会经费很多 统统有24宅 规划地下四层停车场 地上14层 共四大洞的上午好宅 就位在双十路一段与富荣街交叉处 邻近一中商圈及交通 教育娱乐和医疗于一身 有着802户 是全市规模最大的好宅 其中36个一房型采共居形态 有共享客厅 厨房 工作等场域 一楼也将设置店铺 幼儿园青年创业基地 顶楼更是跑步爱好者的一大福音 规划300公尺跑道 未来不但在社区就能安全慢跑 还能一览都市美景 因为它的建筑物是一个大概是一个口制型的规划 所以建筑师在规划设计的时候 在屋顶的部分 环绕屋顶把它连接起来 有大概300公尺的跑步的一个跑道 赤字24亿的上午好宅正式上梁 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届时将提供生活机能便利的住所 甚至成为青年创业的摇篮 苗栗县政府推动公园改造计划 逐步态换全县老旧且不合格的邮据 其中以极县丛林为主题营造的 同分市中校公园 顺利的进攻启用了 县长学校长就特别前往视察 期盼借由这完善的体能训练设施 丰富亲子以及长者的休憩时光 不只是小朋友的游乐场 就连大人们也都忍不住体验 同分市中校公园 根据苗栗县政府 一公园以特色之改造目标 去年3月运用水利鼠补助500万元 打造以极县丛林为主题 营造全新游戏亮点 日前顺利完工 县长徐耀昌特别前往视察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中校里的中校公园 那早期的时候市地重化 所以这些公园也几十年了 老旧不堪 有的已经破坏 有的也不堪使用等等 那我们就利用这次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一些的接益款 总共有13个乡镇 有16个都市计划内的公园 可以整修 泰幻中校公园令老旧且不合格的游具 全新游戏场域设置了三角跳台 攀爬墙 耸立高墙 以及沙坑滑梯等 让学童在林荫老树之下 与大自然为零 锻炼身心体能的同时 一旁还增设体健器材 夜间照明等设施 扩大使用年龄范围 把这个原来旧的公园里面 一些罐头游具 我们把它做一些改善 那除了增设一些体健的设施以外 然后另外有一个 这中高公园因为它腹地不大 然后原来的植被也非常的好 我们就尽量不去破坏 现有的植被的情况之下 用一个这个冲林冒险的一个 一个比较禁忌的一个方式 去做的一些公园 那当然这个就比较不适合 这个六岁以下的小孩子 那希望我这个完成以后 大概像六岁以上少要再玩 崭新又具特色的游戏场 吸引不少周边居民 带着家中宝贝前来体验 有时候看起来就觉得好高 可是好像房屋戳也做得蛮好 所以其实他们溜下来的时候 还算是很安全的就是了 对啊 那只是那个 我觉得那个石头 它因为它有做弯曲度了嘛 对啊 那有时候我看到他们溜的时候 好像 所以溜下来的速度 好像会有点快嘛 对啊 那我怕是说 因为有时候可能 就是会有点 就是会 怕会受伤之类的 对啊 因为它是那种 十七四十字的嘛 那刚刚有最弯度 有助于孩童身心挑战 体能训练的中校公园 生活民众肯定 而目前正在改造中的音乐 以及叛逃公园 也预计在三月底落成 加会更多头分相亲 蓝色创新希望之船 是一艘集结多种创新科技的高科技实验船 日前呢 在高雄市政府还有宏基公司邀请下来到台湾 而这也是 PORIMA號 第四次的环球航程 而台湾是第一站 期盼呢 透过到访行程 能够传达环保永续 以及循环经济的理念 全世界第一艘利用太阳能环形世界船舶 蓝色创新希望之船 PORIMA號 日前来到高雄 作为第四次环球航程的第一站 这是在高雄市政府及宏基公司的邀请下 来到台湾 希望借此唤起国人对于海洋污染 及海洋资源永续的重视 我们从PORIMA號 我们也看到 因为新歌器的导入 也包括了在整个能源的科技的一些新的创新 那也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希望 跟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PORIMA號它除了在 这个零浪费 零碳排 以及甚至包括一些水中的 micro级的这些 这个塑胶颗粒来回收 作为燃料使用 那我相信这个有更多的这种 新的科技跟新的一个视野 就让我们也看到 在整个未来绿色能源 或者是在未来环境的一个永续里面 有更多更多的可能性跟机会 由于疫情考量 惠中还透过视讯方式 与在船上的蓝色经济创始人 Dr.Poly进行一场蓝色创新交流分享 这次的活动是由鸿基集团创办人施政农牵线 希望借由高科技实验船PORIMA号 能够传递创新科技兼顾经济与环保发展 双赢的理念 主要的目的就希望介绍这些高科技以后 有机会把台湾对于科技产品商品化的能量 能够把这些变成全球化 我希望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一刻 从这开始我们台湾 循环经济的技术可以国际化 国际上的领牌的技术 透过台湾也能够让普及化 这个是台湾能够扮演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这个世界环境的变迁 任何人任何企业 我们都没有办法 置外于整个社会的责任 跟环境的影响 今天我们很高兴看到 Mr.PORIMA到台湾来 我们要把他调答欢迎 更多的是他给我们这个inspiration 这个组合物模型就是利用竹子 可以完全循环利用特性所打造的 将透过PORIMA号运送到意大利 象征透过蓝色经济 也能够窜起海洋与陆地 东方及西方在减碳环保 与循环经济的合作 下一站PORIMA号将前往 杜拜港进行为期四年的环球航程 全球由半导体制造供应商达尔集团 与国内车辆机电系统整合大厂 信通集团强强联手了 在桃园合资成立了达信绿能科技公司 未来将整合半导体及车控系统 让台湾产业打入国际的电动车市场 而市长郑文灿也出席了开幕剪彩 全球半导体制造供应商达尔集团 与国内车辆机电系统整个大厂 通信集团合资成立达信绿能科技 公司落脚在桃园龙潭 4号正式开幕 市长郑文灿受邀参与剪彩 达尔集团的强项在分离式援建领域 而通信集团则是全球市占最大 电动车厂的关键临组建 两大厂商合作渴望发挥纵效 以这两家公司的能力 我是深信 我们这个公司将来绝对有很好的前途 目前世界各国陆续定下 2025年到2035年之间 全面泰换燃油车 转换为电动车的目标 市长郑文灿在致辞时提到 台湾在半导体电动车 5G云端零组建制造等领域实力雄厚 产业优势相加相成 台湾在这一波转型中 具有更大机会 这个汽车工业 以及零组建工业的重镇 那三大车厂都在桃园 那所以零组建的产业在桃园 可以讲非常完整 那未来进入电动车的领域 我们在车用电子 车联网 应该会有很好的发展 达尔界通信集团合作 渴望带给电动车领域全新高度 创造台湾下一个硬性冠军 消机会公布了2021十大消费新闻 其中引发全民关注的 中医牵中毒诉讼事件是位居第一 其次则是民生经济 因为价格飙涨分别占了三四名 另外台中贡物节 还有捷运的营运通车 也都纷纷上榜 台中市前一长一家人 会因长期服用某中医诊所提供的自肺研磨中药 导致一家四口前中毒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这场中医中药中毒事件 后续的诉讼求偿 成为2021消费者票选中部 十大消费新闻的第一名 因为第一名的中医的中毒事件是发生在我们台中 这个在109年7、8月间爆发出来的一个中药的中毒事件 在109年也提出团体的诉讼 那么并且进行了这个开庭 那么直到目前都还在诉讼进行中 所以这个消费的新闻一直在我们中部地区非常的重大 由消息会主办有38年历史的年度十大消费新闻 结果出炉 从上百则新闻当中消费者票选出前十大 回顾2021年中药签中毒事件 消息会协助受害民众向不孝业者提起团体诉讼 依法求偿十二亿多 受到民众的重视 成为排行第一 另外民生经济也因价格上涨受到冲击 像是原油价格飙涨约50% 一块鸡牌也涨到快90元 以及一般市区房价也出现每平50万元 物价房价的飞涨就分别占了三四名 备受关注 就是物价的通膨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台中的一个房价的高涨 因为现在我们台中地区的房价高涨 那个已经是六度的前三名 那么平均房价 一般的房价在50万以上已经是非常高了 而不是七期的一个房价了 个人的一份一个礼拜的菜 我有好几百要几乎再买个肉什么 跟我以前的认知也是价差蛮大的 此外今年台中购物街搭配振兴五倍券 抽现金以及捷运重启营运 通车也都上榜 消息会表示名单除了可以看出民众关心的类型 也是对于政府与相关单位的警惕 未来也将改善并规划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自然循环 生生不息 交通建设来看到国四潭子交流道要通车了 串联台中三线及屯区花费近305亿元 高工局说了潭子交流道呢 在这个月底也就是农历年前就会通车启用 届时衔接704线将可以省15到20分钟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风盘段潭子路段 历经四年的工程即将在月底通车 民众都乐见其成 民众都乐见其成 目前所新建的国道四号风盘段是连接74号快速道路 串联台中山线与屯区 规划历经20年 为了就是要疏解上下班 尖峰时刻 国道一号风源大雅段 交通严重拥塞的窘境 而目前完成土建工程的潭子交流道 主线环道杂道以及联络道 总长约5公里 可提供潭子区北侧及风源区南侧的民众 往北与往南进出公路网能有最短捷径 不需要再进入或穿越市中心 届时当地居民进出国道四号衔接74线 预估可节省15到20分钟的行车时间 终于一定可以达正成功 预计在这个春节之前 我们会将潭子系统交流道 连接两个这个联络道的这个系统呢 那总长度有5公里 我们会在春节以前来让它通车 以应对我们春节的交通流量 扎环道是立体化 四成的一个立体化 所以一直跌上来 所以跌上来的过程里面 施工是很高难度的 还有有次序性足以把它做起来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 封坦断工程花费305亿 高工局也回应目前 潭子交流道 礼品在春节前通车 届时年纪的车潮有望能分流 民众也不用再为交通拥塞所苦 为地方的民生交通与观光需求来发声 苗栗县县长学要从亲自北上 出席了国发会 国道一号增设造桥交流道可行性研究的审议 相关报告原则上审查是同意通过 旧带交通部修正完毕 报行政院正式的核定 完善居民的生活便利性 自造桥简易交流道拆除之后 用路人就必须提前或是延后下交流道 令在地相亲十分不便 经过地方及各级明代反映 县府2014年起积极争取设置造桥交流道 启动可行性研究 顺利在2019年获得行政院长苏贞昌 余诺工程经费全额补助 如今通过高工局审查意见完成报告修正 县长徐耀昌也亲自参与国发会可行性研究审议 这中间大家热烈讨论之后 当时的主席是由副主委主持 那遵循大家的意见以后 那他就依照我们这个行政院苏贞昌 苏院长的指示免除这个配合款 然后总额进了高达18.05亿 在早期规划的时候才8亿多 那因为物价的这个上涨 还有一些没有规划设计得体的部分 整个重新的调整过 进了高达18.05亿 这个也是个大手笔 县长徐耀昌表示 计划将在原造桥收费站腹地 增设南下出口以及北上入口两支扎道 并配合办理地帮站外移工程 东侧既有通往国道工警队道路外移 增设挡土墙以及坡面处理等 造桥收费站已经改ETC的方式 来收费了以后 那他们的这个周边的引道 足以来这个造就一个交流道 所以这个部分感谢高工局的支持 更要感谢公路总局 他们有一些的杂道的部分 也给我们来给他处理 未来造桥有了这个交流道以后 让乡亲做生意的人也好 务农的也好 上下都很方便 总经费约18.05亿元的国道一号造桥交流道 可行性演奏原则上审查通过 为造桥乡亲露出一线曙光的同时 县长徐耀昌也期盼后续中央早日正式核定 解决交通不便的困扰 以离地方繁荣 台积电在新竹县宝山扩建 带动了地方的发展 也连带的影响到了科环路车流量爆炸 每天这上下班 四线道回堵超过了有一公里 为了改善塞车 这科管局呢 补助了四亿多 要把四线道拓宽成六线道 今天动土开工 预计这明年底就能完工 警示灵活跳上梅花庄 眨眼骚头动作活灵活线 宝山乡今天举行科环路拓宽工程动土典礼 要改善通往园区道路交通的拥塞状况 园区要跟地方大家要在一起 只有大家在一起 你才让地方繁荣 让园区继续的蓬勃的发展 这个认识我非常感谢 我们曾组长还有王局长 园区的发展就是要跟地方结合 这件工程在进行的同时 我们的大雅路20米的道路 要重新设计开辟 还有我们环北路15米道路 也必须要拓宽 周边我们北二高宝山角路 周边很多的交通网 也要重新定位过 台积电宝山扩建 让就业人口增加 也带来庞大车流 四线道科环路不堪负荷 每天上下班车龙绵延超过一公里 减缓尖峰车潮回堵 在科管局4E692万补助下 科学园区特定区联络道路进行拓宽 范围北起科环路与立行三路路口 南至大雅路与大雅路二段103项 拓宽长度1820公尺 规划从四线道变六线道 原18米路宽增宽到24到27.2米 部分路段也是做示范管线地下化 提升环境景观与行车安全 拓宽六线道非常的需要的 那目前我们还有规划的是 跟科管局一起规划的是 所谓的大平路跟大雅路 这个台积电在111年度的时候 它会提拨2000万的规划费 同时我们另外在宝山路会做A交流道 科环路拓宽将建三座跨桥横跨溪流 并建487公尺长的人行道 为期570个日立天 预计明年底完工 提高通勤交通用路品质 高雄市政府日前举办 优良职业汽车驾驶人 机优交通警察 交通义勇警察 及高雄捷运定期检查优等机构 表扬大会 市长陈其迈在颁奖表扬 获选人选的同时 也感谢大家在第一线努力的付出 带给了市民安全交通环境 才能创造幸福城市 市长陈其迈亲自将讲座 颁给机优的交通警察 感谢他们一年来的辛劳付出 这场由市府交通局举办的 交通机优表扬大会 总共颁奖给27位职业优良驾驶人 8位机优交通警察 18位义勇警察 以及高雄捷运公司 市长陈其迈感谢大家 在第一线的努力付出服务市民 才能够将高雄打造成为幸福城市 上台接受表扬的不论是指挥交通的交通警察 义勇警察 或是搭载乘客的公车司机 小黄驾驶 在不同的岗位上都有优异的表现 获奖人员也期待民众能够共同配合 建构最完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骑买点遵守耗资 不要强化 就是希望民众能多配合我们驾驶 因为有些资讯他们不是太明瞭 然后也希望说他们配合我们 然后我们能提供好一点的服务 我们时长会碰到一些比较有问题的客人 比如喝酒的或者说无力取闹的 什么都会有 但是我们也都尽量请我们的客人们 以后搭机型车的时候 一定要跟我们配合 因为毕竟还是以全民的防疫为重要 不要以个人 因为整个如果大家做得好 我们的国家就会越好 特别感谢他们 在这一年的辛苦 那也在我们交通跟疫情 不管是在A1 A2的车祸 今年都比去年的成绩来的进步 那也要感谢我们交通警察 交通局以及这个我们疫情所有的 同仁大家共同的一个努力 让我们的交通跟便利安全 市长陈其脉肯定获奖人员 在交通安全维护上投注心力 也针对疫情期间 许多司机跟市府共体时间 担任防疫第一线人员 共同度过艰辛疫情 期待未来能够致力合作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让高雄的交通环境更加便利 来看到铁路局与莉莉基金会合作 在新北市板桥车站的地下一楼广场 举办话说台湾建筑文化遗产展 推广新北市的古迹 像是由板桥的临家花园 深坑的皇室永安居等等 另外也展出了用积木 创作出的古迹作品 更加凸显了建筑特色 以火车的意象象征在全台行为的 回到1919 话说台湾建筑文化遗产展 正式在新北市开展 这是由铁路局与莉莉基金会 共同举办 展出60幅古迹主题画作 我非常谢谢我们新北市 有百个画家们来把他的作品呈现出来 尤其新北市推展是一个 非常具有骨骑历史领域的代表者 光一个淡水不但有红毛城 还有我们的海关码头 甚至包括我们最古老的铃交花园 还有我们淡水有一个刚修复的 木下静癌的一个古迹 甚至马街的这些纪念馆 还有我们的几个庙也都既有历史 而既的意义 像我们在周间活动 也会在铃家花园举办很多小活动 就是希望说大家来看展之后呢 也可以到各个古迹建筑去 然后我们办小活动 大家可以参与 参与可以更了解 这些古迹建筑它的美 然后我们周间也会举办一些 小小的旅游 也都是希望说大家各个民众 他可以对这些古迹的建筑 可以更加的重视 其中也展出积木建筑比赛的作品 第一名是以在日治时期 新建的总督府专卖局为发想 创作者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 第一个最大难度就是 要准备零件这部分 零件因为就是要自己去想说 哪一个零件适合放在哪里 去表现出这个建筑物最适合的样子 那第二个比较难是因为 这种建筑物它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样子 它其实是有点呈现一个扇形 或是一个V字形的角度 那要特别去以乐高这种方方正正的零件 去表现这种比较特殊角度 其实它是需要有一点难度跟技巧去呈现的 另外还有以台北辅城保城门 为题材创作的作品 还赋予历史意涵 可以看到过去以及现在的西门两种样貌 那么西门它是台北五大城门中 唯一遭到拆出的城门 而我想要图现这个已经 只停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建筑物的这份情感 我把这个建筑物呢 过去的样貌呢 有点像灰尘般的这样子飞散在空气中 然后呢 转而到后面的是今天在西门的一个装置艺术 从昨日起到3月31日 民众可以到板桥车站地下一楼的广场 欣赏画展以及积木作品 如同穿越时空 了解每一栋建筑物背后的意义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好奇仪式 青春仪式 防毒反毒 不碰毒 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学策将至 新北市中和高中准备了包子 糕点还有粽子 由校长率领了学生代表 前往中和符合宫来祭拜文昌帝君 祈求每位考生都能高中理想的学校 金榜提名 祈求文昌帝君显灵 让我们中和本届高三全体考生 金榜提名 追分成功 独占凹头 学策将至 在家长会的陪同下 中和高中校长刘淑芬 率领高三学生代表 前往中和符合宫 祭拜文昌帝君 祈求1月21到23号的学策 全校630位考生都能考取好成绩 共同为我们的师生 为我们的这次的高三学生祝福 因此今天我们的家长会 我们的教师团队 还有我们的八位学生代表 来到了我们中和大庙 透过今天的祈福 希望呢 孩子除了透过自己的一个潜力的发挥 努力之外 也希望呢 能够这样祝福集气 让他们有最好的一个表现 学策已成为大考前哨战 学策考得好 高三下半学期 就能专注在大学学科准备 因此学生考试前 都会变得非常紧张 我想考的是台师大的功领系 然后从以前准备到现在 其实我现在也有一点小小的紧张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透过 这个祈福的活动 可以让我在学策上面表现得更好 因为我从以前就有这个信仰 相信透过这个活动 我可以让我在学策上 可以达到我想要的目标 家长会准备了包子 糕点与粽子 前来祭拜文昌帝君 取其谐音包高中 中和高中学策 祭拜文昌的传统已有十年历史 四年前选定临近的中和符合宫 为考生们祈福 佛工长久以来都一直支持我们中和高中 每年都很大的经费给我们 而且它是我们在地的大的庙宇 所以我们中和高中也每一年 都会来这边来祈福 除了学生的自助 再加上我们神明给我们赋予的力量 让我们考到更好的学校 能够每个都金榜提名 学校希望透过祭祀祈福 安定学生心情 面对大考也能镇定面对 发挥实力 考上理想学校 学校是要来培育下一代 但是看到新竹县竹东镇中山国小A栋 57年的校舍 漏水必然严重 而且耐震不足 中央还有县府呢 就补助了1亿8千多万元 进行拆除重建工程 今天动土开工 满足停车需求之外呢 也要打造更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 直笛吹奏优美乐曲 接着小将名古站开旋 粉末登场 还有太古队古生正天响 新竹县竹东中山国小 校舍拆除重建 即地下停车场兴建工程 今天举办动土典礼 那这一栋的建筑物拆除 总共发掉的经费 达到4亿6千多万元 可以讲是一个 非常新颖的一个教学的大楼 同时最重要的 经过林世民立委的支持 争取到我们的地下 新建停车场的工程 整个也都包括在内 老旧三层楼建筑 使用超过57年 天花板游戏剥落 墙壁臂癌严重 中山国小在教育部 与县府补助下 花费1亿8千539万 进行A洞拆除重建 预计盖地下一层 地上三层建筑 楼地板面积 3710平方公尺 其中地下停车场 33个车位 能满足大量教职员 停车需求 改善过去 车子占用平面状况 把校园空间还给学童 而规划共18间教室 其中3间将作为幼儿园场域 完工启用后 未来能新招收两班60位幼童 今天开工动土结束之后 进行拆除的一个动作 我们的工作天大概是500天 我们的总经费是1亿7千万 所以在这个工程完成之后 会有地下停车场 教学大楼 以及两班的幼儿园 所以我们中三国小即将营造一个 更新更优质的教学环境跟空间 工程预计花费500个日历天 施工期间22间教室学生 改到BCD栋 不影响上课 预计112年6月完工 提供全校620位学生 更好的学习环境 加班科技深耕苗栗季 去年10月竹南二厂上梁之后 研发行政总部大楼 也选定了在广源科技园区内 新建地下三层 地上七层的第三厂房 未来不仅可以容纳250名的员工 也规划五座微波暗示实验室 预计2023年能够竣工启用 一蝉土 开地平安 动土顺利 众人欢喜职产 象征动土仪式圆满完成 也为企业与地方创造双赢 台湾电子保护元件 以及天线产品领导厂商 加班科技 深耕苗栗已超过20年 即去年在竹南镇设置企业 营运总部以及研发中心 今年再度投资三亿元 兴建竹南三厂 作为加班研发行政总部大楼 这个三厂的动土 其实是让我心里非常激动 因为整个企业最重要的就是人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苗栗 继续生根茁壮 我们在这里生根 我们希望在这里茁壮 所以我们把我们最优秀的人 留在这里 而不是在到处 台湾到处颠沛流离 我们在这里为他们找到一个家 我们所有的研发设备 研发大楼 我们的研发人才都会从这里开始 那当然要特别谢谢苗栗县政府 过去长久以来的支持 那也希望未来继续给我们 更多的帮忙跟支持 竹南三厂将新建地下三层 地上七层 总楼地板面积达1500多平的 新颖节能厂班大楼 预计2023年晚工启用 副县长邓桂菊 感谢加班科技 持续投资在地 为苗栗县留住更多优秀人才 这个是一个研发大楼 还有行政大楼 代表他的这个厂的那个头脑 金头脑就设在这儿啊 今天是动土典礼 那为什么我会说 他是一个幸福企业 他除了照顾员工之外 他还在带动这个整个园区 像运动赛事 还有就是针对什么家福啊 还有一些弱势团体的 也鼓励员工能够积极参与 那个工艺的机会 我想这个公司除了在科技上面 占有一席之地 他也带领他的员工 在圆满他的人生 加班研发行政总部大楼 不仅将可容纳250名员工 也规划五座尾波暗室实验室 为企业营运与研发在天动能 也让苗栗县电子产业 迈向崭新的里程碑 说好话做好事 鼓励学生心存善念 也为疫情中的台湾来祈福 佛光山竹东大爵寺 在农历12月初八法宝节前 到各乡镇学校还有机关 来发送腊八州 一连三天要温暖民众的胃 也送上了平安祝福 把装满腊八州杯的箱子 从后车厢搬进正宫所 佛光山竹东大爵寺 举办温馨腊八州结缘活动 要把温暖平安州 分送到社会各角落 让他们就是在寒冬 能吃到一碗暖暖的腊八州 那祝福在新的一年 都能够平安吉祥 那我们今年 行与大师的莫保 处世无畏和平共存 就是希望说我们大家 以信仰为力量 在人世间我们不要有所畏惧 那跟众生都可以 共生吉祥和平相处 对于弱势也好 或者说很需要帮忙 他们都付出他们的爱心 也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那今天他自证这个 拉巴州到我们公所 这种天气真的是 让我们暖暖我们的胃 也感到非常的温暖 非常的感谢我们大爵士 付出的爱心 那未来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公所对弱势族群 这个部分也非常的重视 需要帮忙的 我们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也愿意来协助 下周一就是农历12月初八发宝节 发扬佛陀慈悲精神 在疫情中为台湾祈福 竹东大爵寺 要陆续到各乡镇学校 机关和公庙 发放拉巴州 今天前进天乡 到复兴额美 五龙等多所小学 鼓励学生 做好事 说好话 也要心存善心 只见小朋友 大口吃着热腾腾州 表情好满足 接着来到竹东正公所 与代表会 送上星云法师 虎年春联莫宝 祝福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平安健康 当然这拉巴州的含义 是希望我们代表会 能监督整个 我们的真正的发展 能够为我们的 竹东的乡亲百姓把关 然后从建设方面 到我们的安全方面 人生安全方面 会更富裕更繁荣 三天陆续发送拉巴州 香气肆意平安州 慰绕辛苦的消防打伙弟兄 也温暖老幼落势 和美味民众的胃 工作室脚被砸到 老板不肯补偿 也没伤病假 我要打官司了 别人来示意 劳动事件法设有专业法题 有专业法官帮你先调解 调解不成才进行诉讼哦 劳动事件法 保障劳资诉讼权益 化解生意更快更容易 这节新闻先带您看到 寒冬来袭 加上春节即将到来 A型还有O型的血源 出现了短缺的情况 因此台中间血中心 就跟高铁举办 寒冬送短 间血传爱的活动 预计要募集300代 而高铁也寄出了 捐500cc就送限量高铁造型的折叠伞 是吸引了不少的民众捐血助人 起个大早不为雨天特别来捐血 除了做爱心 更有不少为了这把伞而来 就是高铁送的赠品其实都不错 然后也是实用 因为像今天送的是高铁造型雨伞 就蛮方便的 这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 然后自己也可以身体健康 黑色紧约造型 印上高铁logo 自动折伞收起 收纳起来就是一辆高铁造型 鼓励民众捐血救人 反捐500cc就能拿到限量伞 捐血中心与高铁合作 寒冬送暖 捐血传爱活动 已经迈入第10年 而近来中部地区集缺A型O型 扩存量平均只剩4天 AB型也只剩5天 因此高铁透过接力方式 预计北中南共办理11场捐血活动 至今全胎已累计超过 12000名捐血人热血参与 共募集14000代的捐血量 其实都是很全 因为我们一天的话 中章投云 四个县市都需要 总共加起来需要1800代的血液 像高铁它每一年都会配合我们的捐血活动 那是在过年前 就是我们最缺血的时候 比较有足够的血液也比较好过年 那所以过年前我们需要 大家一起来募集这些血液 最近我在新闻上面看到 最近比较在闹血荒 对然后刚好经过高铁站的时候 觉得说 有看到捐血车就觉得说 晚秀捐个血 然后帮忙社会大众 那促进大家捐血活动感觉也不错 捐血中心指出 台中高铁站目标是募集到300代血液 透过捐热血 不仅能有精美的信念品能收藏 还能够帮助各地减缓用血需求偏高的压力 苗栗三亿木雕博物馆开馆到现在已经有27年了 为了提供民众安全舒适的观展空间 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争取了经费 逐步进行建筑空间设施设备的太旧换新 而正值新年度开始这木雕馆重新开馆了 也展现了新风采 历经两个多月的壁馆施工 修上后的三亿木雕博物馆换上新装 以展新面貌与观众相见 以木雕艺术推广 及提供大众更多创新优质 一文活动为服务终止的木雕博物馆 去年度或文化部补助2000多万元 让馆内一体设施设备 更加符合节能环保永续的趋势 199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27年 那当然难免会有一些像漏水 臂癌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 资讯电脑资讯系统 还有这个冷气机房系统 我们要全面优化 那感谢这个文化部 那他在这个110年到111分两年的补助 总共补助款项是2050万 那这个这一次的调整 让整个展览的可看度呢 增加了许多 那当然接续我们还会再进行 第二期的一些工程的施作 请佣节 三亿木雕博物馆重新开馆 大吉大利 与会来宾共同剪彩 庆贺三亿木雕馆重新开馆 馆长邱玉生指出 这次修缮主要是为了提供 健康舒适的室内观展环境 空气品质管理是一大重点 日前刚获得苗栗县环保局 授予室内空气品质 自主管理标张优良级 而馆设外观也焕然一新 那冷气更新包含了 我们的内部的广播系统 跟电信的整整整理 那另外600万 我们是做外墙的 最主要外墙的拉皮 因为外墙会漏水 另外我们就把 那个周边的水沟的更新 以及我们里面的 一楼二馆 二楼的那个展示的灯箱的更新 跟照明设备的更新 今年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两大项的更新 那另外明年的400万 我们是做冷气的管线的更新 那我们因为冷气是 足层楼梯更新 所以我们不会影响动线 三一木雕馆雨时俱进 以扫描QR扣方式搭配耳机语音简缩 让观众能更自由自主地欣赏 木雕艺术风采 而接下来的春节假期 三一木雕馆只有1月31号除夕当天修馆一天 但年初一到初五照常开馆 以欣欣向荣的新面貌 持续为观众服务 新闻最后带您看到 就是农历春节将近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陶竹苗分署辅导的庇护工厂 创业凤凰及多元就业商家 共同推出了年节的好礼 鼓励民众来购买 1月8号呢 周六将会在桃园中立银河广场来举办良品试集 邀请民众一起支持在地店家做公益 农历春节将至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陶竹苗分署 联合辖内庇护工厂 为行创业凤凰商家 以及多元赔礼共34个单位 提供上百种良品礼盒 给民众挑选作为年节好礼 其中庇护工厂与多元就业单位 都是弱势机构团体 和创业凤凰为本地商家 除了号召企业共襄盛举 也将于1月8号在中立银河广场 举办良品试集 劳动部邀请大家一起来选购 我们有这样子的连节礼盒 优惠价格的抢购活动之外呢 我们特别欢迎我们下期的民众 能够来参与活动 因应年节需求 良品试集所提供的商品多元且丰富 有烘焙糕点 手工美食 小农商品应有尽有 提供民众一次构足 萝卜糕都全米制作 都是纯粹的再来米浸泡4个小时 然后再盐成米浆 然后再拌炒料做成的 四川学了正宗的麻辣锅底的配料回来 然后把油品做改良研发 然后改成纯素的 为了刺激买气 劳动部现场举办有消费满300 赠送精美礼品 还可以参加摩采 同时也有振兴券消费优惠 希望借由这波买气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也让弱势机构庇护工厂能够永续经营 以上就是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谢谢您的收看 TNews联播网每晚的八点钟 我们会与您一起来关心最贴近迷的新闻 我们再会 报道真相 最深入在地 站在新闻最前线 追踪探讨 你我的大小是 TNews一网打尽 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 高雄 专业 温暖 在地 都在TNews联播网